我知道郭議員今天要質詢 我特別今天有運動 真的嗎 是這樣嗎 我去騎飛輪 財政上質詢台 體重跟身材就被針對 議員拿出數據 台南被評為全台最胖市 當時黃偉哲也說 自己上任後胖了10公斤 也說了要帶頭減肥 現在成效如何被拿來減市 減肥了嗎 減肥了嗎 減了5公斤 我們才有去整月公 好減肥成功 我們要給什麼樣的獎勵 希望明年上半年 就要出來 明年上半年就要出來 獎勵辦法 黃偉哲拋出減肥成有獎勵計畫 雖然現在台南最胖市之名 已經被台中超越 但運動風氣和場地環境 相對六都比較先天不足 大家又這麼愛吃甜的 要怎麼拿出誘因 讓台南人願意開始運動呢 禮券 當然是不能給食物券 要給他這個健康產品的這個禮券 市長的話是婆婆媽媽 比較會看重的人 老年人應該會比較想要來運動 對呀 可能這個優因市長太低 但怎麼把運動風氣帶起來 市府目前規劃 五座全民運動館 預計二零二六年全部完工 黃偉哲也帶頭踩飛輪 努力減肥少有成果 只是在台南小吃多 如何抗拒美食誘惑 恐怕真的得花一番功夫好好規劃 三雄王室股仙台南報導